说起黎冰,国内的老球迷对他都有很深刻的印象,1994年甲A联贩职业化元年获得甲A先生的称号,在主教练王宏里的改造下由一名后卫转变成了前方,黎冰除了效力过辽宁、广东、四川全新外, 在2000年初开加盲得一球对奥分巴克这首,不过出场六次都没有进球,刘洋锦一个三季便回到全新,黎冰在1993年入选了七一生之将的国家队,在90年代可以说他当红果角,在2002年,33岁的黎冰宣布退役,退役后他完成了从球员到教练的转变,先是担任浙江绿城队的助理教练, 在2007年带领成都谢飞联队升入中超联赛,之后还出任副力带领主教练和领队,2016年带领贵州横峰制成升入中超,在今年黎冰执交中以球队,四川阿纳普尔纳队,中以已经打完18轮,四川队时期胜益平级52分,保持不败,不仅位居南区积分榜第一, 而且在中以军联盟也是第一,比排在第二的南通之云队还多了12分,截止到18轮,四川阿纳普尔那已经是15连胜,并齐前八轮获得淘汰赛资格,球队能有这样的战绩,主教练离兵功不可没,在球场外,离兵的感情生活中, 她的第一任妻子是空姐叫梁爽,他们有一个儿子,不过在2002年,与梁爽协议离婚,儿子由梁爽抚养,之后离兵与个新甘萍举行婚礼,在2004年,离兵和甘萍的女儿离,子萱出生,小明珊珊,因为爸爸出生在大山里,是朋友们的山哥,女儿是山的孩子,就是一棵小山树,所以小明叫珊珊, 甘萍是歌星,国家一级演员,曾一首大哥你好吗,红遍大江南北的湖南妹子,作为90年代当红的女歌手,甘萍的歌唱事业是非常成功的,在今年6月份还在央视152018动漫音乐会,混声嘹亮的舞台出演,如今甘萍48岁了,依然还是短头发,她说话声音清脆动听,给观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, 她们的女儿离,离子萱现在14岁了,正在这儿初中,离兵和甘萍一位是全国奖一位是歌星,祝福她们。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